欢迎收看这一周的影响年代 我是田妮 说到珠宝总会给人贵重不可攀的感觉 不过其实它的材质也可以变得很亲民的 当陶艺变成了珠宝材料 温润的质感就令人觉得相当清晴 肃静的陶纸纹理在粗糙中有着优雅的柔顺 极为安静却温暖 艺术家身体山岛希望透过创作 带给他人一种平静属灵的力量 极为低调内敛的个性 这次和珠宝设计师姚树军合作 以岛屿日月为主题 让陶艺与珠宝巧妙融合 那时候我就提出一个idea 那不如我们找一些台湾特有 稀有保育类的候鸟 我们去捕捉它那个非常漂亮的形态 去创作这一系列 所以其实可以在我们不同的鸟的形态当中 隐隐约约看到也许 你常常看到天上刚好飞过的鸟的姿态 让珠宝不只是穿戴配件 也让艺术品不只是摆设 艺术和生活与此巧妙结合 我想象的画面就像是鸟飞在天上 然后刚好有月晕 或者说有阳光经过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那其中这一件作品 它可以拆分成两件去做佩戴 银的部分它可以独自拆卸下来 作为简单日常胸针 那两件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可以成为一件大剑 比较创作型的胸针 白色的鸟就会在手的肩膀这边 然后它可以在胸前飞动 异材质异领域 在设计的世界中没有不可能 而让陶翼和金工结合的设计师姚树军 其实不只是外界所想象的 好像设计师就是充满感性创意 其实他更兼具理性的脑袋 他毕业于台大经济系 这位学霸精英技的精英投入珠宝的故事 我们继续来看 以优雅自信为基底 结合古典与现代金属工艺风格 设计师姚树军 独家引进各种绊宝石 将珠宝以容易入手的价格 让上班族也能轻松拥有 在2019更是进入了巴黎时装周 最核心的珠宝展区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珠宝设计 我们那时候参展的有一个作品是欧里系列 那个系列是我第一次就是以台湾为主题 去创造相关的设计 欧里它是原住民达物足的语言 意思是说从海边回家的意思 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小岛 那我觉得自己身边非常多朋友 会觉得去海边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想说我们假日去海边 然后或什么又庆祝活动去海边 我没事跟家人去海边 对 去海边本身是一个喜悦的感觉 我希望把去海边以及海 这个对于台湾很多人熟悉快乐的印象 融入到这次的珠宝作品当中 对 所以当初的欧里系列 就捕捉了一个海面上的金属柔软的质感 或者说跟海或者说水 这样子的元素相关的宝石 而这位身形娇小说起话来 条理逻辑分明 Olivia可是台大经济系毕业 还考取了会计师执照 因为从小对手作的热忱 便人生大转弯 一毕业便到英国念金工 一手创立自己的品牌 当然也面临种种挑战 台湾市场本身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地区这个内需的市场 有所限制之后 那如何要从台湾的市场走出去 让世界上面的其他国家的人 认同我们的文化和创作 那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杨树军不只打造了各式各样的珠宝系列 更是开设了定制课程 让更多人可以深入理解珠宝 并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化饰品 这里打造属于台湾的青珠宝品牌 Olivia在这个西方主导的珠宝领域中 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记者天宁和乃强一致熊才报道 无垢舞蹈剧场《舞座观》 在世界巡演多年 今年八月底开始要重返台湾 巡演北中南三地的志愿 无垢艺术总监林立真 在剧中借着神话预言 关注大地环境 也盼为台湾献上祝福 无垢舞蹈剧场 二零二年重制演出 《观》有一贯的环武美学 而记者会上却罕见 艺术总监林立真 生动肢体示范 我要讲的话我都忘记了 我是没有办法做草稿 我就是当下的感情 就会这样直接表现出来 林立真三部代表創作 《教花神纪与观》 十年磨一剑精雕细琢 也提炼出更成熟细致的舞者 《观》之中的白鸟 由首席女舞者吴明景饰演 曾获国际舞蹈家肯定 林立真也以编舞生涯 前所未见的好形容 Werk作与观音乐 去年演出成果豐碩 巡演過歐亞拉丁美洲七國 林立正以臺灣原創舞蹈 屢獲國際肯定外 跟希望臺灣更多觀眾認識 根植於臺灣文化土壤的作品 再者在疫情戰爭等動盪事局中 這出關也盼為臺灣帶來療癒力量 他有兩 兩個面向 一個是大環境 我們心 我們的身體 就是一個小 小環 小自然 那你的大環境是互相呼應的 大環境有問題 你的身體也會有問題 我認為地球是有意識的 它是有靈魂的 觀音自2022年8月底起 巡演臺灣北周南劇院 謝謝專門很難講的 杜宇志 陳柏斗 印度的巨星阿米爾罕 2022星座翻拍 倉姆漢科的經典阿甘正傳 以印度現代歷史跟文化的角度 後來城市主角拉欣和母親相依為命 又充滿正向角度的人生旅程 近三十年前電影阿甘正傳曾帶來質樸又勵志的感動 隨著印度芯片拉欣正傳上映 再次溫暖隱眉心窩 取得阿甘正傳正式授權翻拍 這部印度片重現許多經典場面與臺詞 以印度的文化背景重新包裝 不變的是主人翁翁的善良和勇氣 在上天眷顧下開創出不可思議的人生 印度巨星阿密爾罕主演 他的代表作是臺灣熟知的三個傻瓜等片 原版阿甘橫跨美國長達三年的跑步 阿密爾罕是你的拉欣也沒遺漏 藉著跑步旅程影片也讓引迷保覽印度各地風光 一九九四年的阿甘到二零二二年的拉欣 兩者都呈現努力克服各種生命難關的過程 最不起言的小人物 也有可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偉大故事 出發的重點 第19項目 使用了解創出大火 使用了解創出大火 連結石頭粉絲 一切變成一隻小人物 有請到大火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